我希望期末的报告里面可能比期中报告还多一些东西 包含哪一些 当然第一个是爬虫 所以上个星期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爬虫 这个爬虫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单的范本 里面的话比较重要大概就是改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可能要改一下 所以如果你假设换成别的资料的话 那个网址一定要变更 第二个的话它的编码方式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65001就是UTF8 那如果乱码你把它改成950 基本上它就big5 然后再插入几栏呢 插入一个年 插入一个区 再插入一个路街道 那栏宽的话因为主要是G栏 因为G栏你插入的时候 它的栏宽会跟着前面这个栏 就是前它的F栏 假设你假设插入一个什么 比如在这边插按右键插入一个栏的话 它会直接比照前面的栏 所以我们又多了一个栏宽把它调整一下 把它调整大概10左右的栏宽 OK 然后程式的撰写 这个地方我又把它放在云端上 所以请各位也许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所以我大概demo一下 我是希望说最后做出来就像这样 按下这个按钮 主要会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把资料下载 第二个的话就是插入年、区、路街道 然后并且帮我把这个区的栏宽把它调整一下 我按一下给各位看 OK 类似像这样 它资料下载 然后它再帮我把年、区、路街道插入进来 然后这些的话自动向下填满 OK 然后所以刚刚的这个部分 你们可以找一下云端白板上面 就是这个 这个是住宅窃道的范本 应该是在云端上面的 这个第一个单元 里面的这个住宅窃道点位资讯 然后这上面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叙述 我想细节你们就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主要就是说你们期末的报告部分 我是希望第一个 会有那个就是爬虫部分 OK 所以爬虫在这个有个范本 就这一段 OK 第十二页立方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再插入栏 所以插入栏 插入年、插入区、插入路街道 那栏宽设定的话 其实主要是这一行 Column 有没有哪一栏就Column实物件 比如说居栏 我希望它的栏宽 Column 叫有个属性叫Column Width 栏宽多少? 10 那10到底多少? 其实你按一下这个 有没有 这个栏宽就是10了 如果你要宽一点或窄一点 你可以稍微自己再调动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这个第一个按钮 就是上个礼拜 我们有提到的 我希望最后 资料可以用爬取 然后自动新增这三个栏位 那这三个栏位主要其实是对应 后面有三个枢纽分析表 跟三个枢纽分析图 年的话是什么? 就是历年、窃盗、折欠图 所以这个年的话上礼拜有演练过嘛 就是我插入之后按下这个呢 我希望它可以自动帮我产生 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那枢纽分析表的这个录制过程 我也讲到 其实里面录制的话 大概你们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几页 这个地方应该在这里 第15页的地方 就这一个 枢纽表 那其实主要改动的部分 我有用那个黄色的底色把它加上去 基本上就是新增工作表之后 把那个工作表的名称改动 比如说你会发现这个名称叫 历年、窃盗、折欠图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它这个地方呢 本来它显示出来 如果你是录制聚齐的话 它本来显示好像是双引号什么 R3C1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形态 前面好像有哪一个工作表 OK 但是我个人比较不 它原来这个地方好像是这样 就是好像是这样 双引号 然后里面是什么 R3C1 那这个的话就是 也是有里面习惯的一个 就是除尘格的一个 就是指向的一种方式 不过这个方式比较缺 缺点就是说 它必须说呢 前面的R指的是哪一列的意思 3的话就第三列 C的话指在哪一栏 OK 那C1 那就A栏 所以其实这个意思是A3 那当我有时候看到这个命名的方式 我会觉得说 这样好像不是那么好理解 所以像我的习惯 我一律会把它改成 我比较值得A3 那A3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Range 物件 把它改成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Range A3 OK 两个方法 其实都可以 因为程式 Excel都看得懂 只是说哪一种方式 你自己比较 比较容易看得懂 我觉得你就选一个 你自己也看得懂 那电脑也看得懂的方式 那这样的话呢 比较不容易写错 另外其实跟各位讲 其实除了这种写法之外 Range A3 其实另外还有一种 一个写法 我是觉得还蛮更简单 就是中瓜谷 里面放A3 这样其实Excel也看得懂 OK 只是说 这样的写法 虽然简单 但是我自己不习惯 所以我的习惯 还是用Range 因为Range 感觉就是 会有比较物件的 一种表达方式 OK 至于哪一种方式 你比较看得懂 我觉得你就自己用 那种方式 来诠释就OK 所以大概会有 这些地方 稍微变动一下 然后呢 就会产生 书纽分析表 然后再产生 书纽分析图 然后两个把它二合为一 有没有 就可以做出我刚刚 所以这个 这个历年切道折线图 基本上就是把什么 那个 书纽表 跟书纽图 把它串在一起 然后呢 外面再包一个Sub 所以哦 就是 比如说你们可能会 写出好几段Sub 那 上午里面有同学来问 那如果你想要把很多 个Sub 把它串成一个Sub的话 那你可以在外面再包一个 有点像主程式 其他的都是 都是它的 纸程式 的那个意思 OK 应该可以懂 那个意思吧 那将来的话呢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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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比例图 比例图 比例图就圆形嘛 一样嘛 就是先绘制什么 绘制做这个枢纽表 然后再画这个枢纽图 那这个 那个表跟图 一样用录制的啦 OK 再将那个表录下 那个图也是录的 不过录的部分 其实跟各位讲 将来如果你要录的话 这个云当白板 其实有提供 这个叫区 底线区 就是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实际上 就是 那个枢纽图 那枢纽图 我是建议 你大概就录 其实录一个东西就可以 其实录这个 哪一个图 图的图形 OK 比如说 我要圆形图 那后面呢 需要自己加的部分呢 就是坐标 在你要放哪一个 坐标上面 比如说我要放第二跟 第二的位置 所以最后呢 特别注意 其实我们主要 后面补什么 补哪个地方 所以补这一点 那你怎么告诉他说 我要放这一点 其实基本上 因为这个是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 第二的储存格 它的左上角 那水平位置 记得 水平的部分呢 它有个属性叫LAT 垂直的话叫TOP OK 所以哦 你就垂直水平 结合在一起 那就这一点 那它的图 就会从这个 左上角开始放 那多宽呢 就是 十个蓝宽 十个蓝宽 比如说以这个当 成基准 十个蓝宽 那几列呢 比如说我要二十列的话 那就跟他讲 二十列的高度 所以底下 基本上如果你画图的话 其实我主要补这个 这个是坐标位置 然后宽的话是这个 D1储存格的宽 有没有 乘上十 这样就OK了 所以很 你只要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不用D1 我可以用D2 也一样嘛 D1跟D2不是一样宽吗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多高 D1储存格的高 其实你用别的储存格也一样 然后后面加上乘以二十 就是有二十列的高 当然未来这个数字 不是绝对的 没关系你们可以再变动一下 底下的话就是 它的来源在哪边给他一下 然后其他部分的话就是 把它加上图说文字 这一行OK 然后再把哪一个部分呢 把它炸开 就这一个 所以炸开的部分 好像有同学来问 其实炸开就是这个 先选全部 再选其中一个 然后把它炸开就是Explosion 这边等于10 炸开的 所谓的炸开 这个炸开是它里面的一个 就是本来它这一块 本来是放里面 对不对 如果你要把它炸开的动作 一 选全部 二 选其中一块 比如说中山区 三 把它往外拉 叫Explosion 就是炸开的意思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中山区 它有那个炸开的效果的话 大致上是这样子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拉回来 按住它往内就可以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云端上放的 这个部分的程式 其他你会发现都一样 它的什么呢 它的标题名称跟取消图例 其实这一段跟前一个范例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我基本上 这个应该一二 顺序可能改一下 一二三 这个是四 你会发现四五 其实是从前面把它复制 贴下来改而已 就是标题名称 跟这个取消图例 图例的不好就是旁边 会有一些图形的说明 那个可以拿掉 OK 当然如果你不拿掉也没关系 这个可能看实际的状况而定 所以将来的话 我希望你们期末报告的部分 就可以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 我就做了三个图 一个是折线图 比例图 然后这个直条图 就这样 就是拿这个切刀按键 最多的十条路 十条路是哪十条路 把它列出来 然后最后的话当然还多一个 比如说我希望 前面这个三个 我希望让它全部删掉的话 除了资料以外 我希望删掉 那你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恢复了 OK 所以有点 你如果 假设将来工作上面 已经做好类似这样 它很方便 按一下它 这个 它就跳折线图 这个 就是比例图 然后这个是直条图 最后再把它删除 OK 那删除部分 这段程式 其实云端上我也有放 你们如果要参考的话 删除部分的话 我应该是放在 好像没有放上 这个是取消 这个是路街道 在这里 删除 所以我刚刚秀的东西 其实 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部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 一些重点的复习 那至于其他部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找其他 比如台北市的其他切断案件 或者是说 其他县市吧 OK 因为 这个最近好像就是要 这个选举要投票 今年比较特殊的 好像就是 年满18岁就有投票权 所以理论上 应该大家都有投票权 那如果你想知道 你们那个县市的市长 到底做的绩效如何 所以你也可以从那个 开放资料里面 抓到 那个你们县市的一些 相关的 治安的资料 相关做个分析吧 OK 试试看